现在天气终于凉快下来了 以前不敢吃的菜 现在终于敢吃了 今天我们来碰一个 从天日很喜欢吃的 姜毛鸭子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 有芝姜 旧我想的 然后都是鸭子 鸭子 鸭子买这种土鸭子 现在把鸭子盖到 先盖起了 然后再把它摘成坨坨 坨坨不要摘大 今天还是摘小一点 我们吃起来好吃些 因为它方便做味 这是鸭子 把这鸭子 从嘴巴热的一封味 这半边鸭子 再从中间给它换一下 滩泡 来 把摘好的鸭子装起来 把它装在一个小盆里面 因为这个鸭子的辛苦比较重 我给它撒撒一少许的麻烦也 今天就不是花雕了 绘织干麻呀 两个瓶盖杆 大概五六千万 然后两种鸭 然后在鸭上腌制一会儿 腌制个十五分钟 鸭子摘完了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辅料 这个是大蒜 大蒜用来把它撇破 轻一点不要撇得太重 现在开始处理枝浆 今天准备的枝浆一定要多 这道菜不是用的老姜 而是用的是枝浆 现在把枝浆切成薄片 现在来处理青红小米了 切成薄片 一块儿哈同样是 吃的辣的就准备多一点 吃的不辣的就烧着一点 切锅 烧着 锅嘛一样就下油 油可以适量多一点 摆一下锅 然后倒出来 好 现在再下油 把腌炒的牙齿倒入锅中 现在用中小火慢慢炒 把牙齿的水去炒干 然后把它的油给要逼出来 炒这个 这个 不然这个干包牙齿煮出来就不好吃 随着这个慢慢的煸炒一看嘛 这个牙齿里的水就出来了 这里面现在很轰重 不然去外面炒 炒到它里面点清凉了就可以了 不要倒切 这道菜 要的就是这个慢节奏 看来在锅里面的这个油清凉了 看到没 可以了 下88克花椒 来点煮什么都香的那个香料粉 自己配点 大蒜 大蒜 这是一点泡椒酱 来 勾一点皮鲜豆瓣筋 来 勾一点皮鲜豆瓣筋 就可以把火稍稍掉大一点 然后把它炒匀 炒出红油来 炒香 炒匀 炒出红油 炒香 炒匀 炒出红油 来点酸姜 酸海椒 先搅一把芝姜进来 搅一半的芝姜 搅一半的芝姜 搅一下芝汁油味 把芝姜就多一点 继续炒均 炒均 现在香味出来了 就给它加上啤酒 加一瓶 炒鱼 炒鱼 中火烧到二十分钟 等看到锅里面水快要干的时候 要调出鸡筋味精 白糖胡椒面 还有一点点盐 然后把它推圆 回来点生抽 也是为了让它颜色看起来舒服一点 然后继续炒腿 看到这个里面开始翻油了 出油了 炒到我们剩下的芝姜 秋芋相应了 再加倒一点洛杰在里面 炒匀 这是芝芝的腾椒油 炒鱼 再加点烤 之后 炒鱼 炒粉 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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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辛香味道 口感豐富 滋味厚重的 姜包牙子就做好了 你 学会了没有 来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点完赞再去刷两遍 都说从今天吃鸡黑熊 其实从今天煮牙也黑八道 敲敲跟你们说一下 我都煮牙子做了二三十年了 你们看我煮出来的牙子 看起八道是 手不残了 我跟你说嘛 吃起来更慢 大家介绍一下 姜包牙子 姜包牙子 只能嫩炒 不能炒水 而且脚底炒水的都是牙刷 所以我 我总觉得个人吃这个菜 没有跟小伙伴们分享了 有一种罪恶感 有点脑不 很纠结 但没办法从今天来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里风红那里光红的 两个汗毛 是不是 确实难言 没关系 我这一顿吃不完 我下一顿再继续吃 不得浪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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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